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超認真少年人的頻道 我們今天來到2020年最後一次 就是全台灣的大型展覽 建材掌 建材掌呢 你一樣會看到就是關於建材桌的材料 包括太陽能啊 電動工具啊 家具啊 五金工具產業啊 甚至還有到後面這種 魚菜共生啊 就是只要在建築裡面你會想像能夠用得到的東西 你都可以在這個大型展裡面看到 而且甚至到就是所有的地毯啊 然後裝潢啊 大理石磚啊 這個塗料啊 還是綠水氣 淨水氣啊 只要你只能夠想到你家裡用得到 或者是你在做一個建設的時候你會用得到 都可以在這樣子的大型展覽裡面 然後去 在這四天當中去找 然後或者是去看到你想要看的東西 然後在建材展呢 你當然除了一般建材之外 你會看到一些家具 然後還有美拉寶 就是今天邀請我們來展覽的朋友 然後你在這個裡面呢 你就會看到 非常多很精緻的電動工具啊 然後非常多今年的新的產品啊 欸欸欸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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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非常多精緻的電動工具啊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欸 有那種 水力控槍 電動的 跟 鼓風機 就是你在露營睡覺的時候 想要拿這個抽 你看那個漂亮的衣服 對 我們絕對不是為了要拍修哥 帶這個畫面給大家 我們主要是要介紹大家這個衣服 但我覺得這個視角很好 我們就不要動了 就是在這個衣服的後面呢 它不是一般的繃衣 它是一個發熱的衣服 它裡面這個按鈕按了之後呢 你可以把你用電鑽的電池 充在裡面 它可以發熱 在這個冷冷的冬天 可以得到一絲的溫暖 哇 所以他們現場就會有很多可以讓你示範 現場使用的工具 跟大家介紹裡面最昂貴的電鑽 所以通常你在鑽挑板的時候 不是會有很多吃土嗎 吃粉 然後所以這電鑽呢 就是它的鑽尾 它的鑽頭伸過這個 往下鑽的時候咧 往下的聲音 它這裡面會有一個微型的吸塵器 然後把你的粉塵吸下來 我看到這個可愛的小老闆了 老闆今天過得好嗎 過得還好 身為一個就是工業頻道 就是我們最喜歡跟很多廠商交朋友 也最喜歡就是讓廠商互相DIS廠商 廠商DIS廠商 OK 好我們先問自己的 假設在你今年2020年的最後一個月 你要推薦大家買一個你們牌子 你覺得最推的電動工具 那你會推哪一個 今年年底最推的 一定是它 空派機嗎 就是它 你不是賣到斷貨然後被罰錢嗎 就是賣到斷貨被罰錢 所以現在要賺回來 那你們今年在這個展期裡面 你們有什麼活動嗎 展期活動有 但是我實在是不想要聽你講 停留另外一個男生 在裡面超過30秒 就掉粉 我們現在換人家講解 開心的時刻 哈囉那今天來到我們美達寶的粉絲專頁 幫我們按個讚 並且在第一天天文幫我們分享 並且標記三個朋友 那我們就要送工具包 然後還有捐集 所以他們在活動裡面就只有這三四天 那每一個展規他們都有自己 送他們自己很棒的禮物 跟周邊小禮 所以大家都可以開心的來看展覽囉 老闆 老闆 在今天這麼眾多的展覽裡面 你覺得誰是你最強勁的對手 跟最討厭的對手 最強勁的對手 最討厭的不敢說 最強勁的應該是同一排的吧 紅紅的 紅紅的 可能是美國的 周二騎吧 沒有我們現在去找他 我們現在去找他 老闆 老闆這個傢伙他說 他覺得 在美達寶的世界裡面 迷惑根本不算什麼 美達寶的世界嗎 他還說這個是 見面禮 謝謝 他說這是見面禮 這個 讓你們好好看一看 他們德國人怎麼做事情的 好的 所以 沒問題 那你們要不要好好跟他介紹一下 你們要不要好好跟這個 這個小朋友介紹一下 他馬上轉過去把帶子丟掉 好好教育這個年輕人 好好教育這個年輕人 只是介紹一下 我們 今年 賣到 年度最夯的 年度最夯的 對年度最夯的產品 Packout 配套工具箱 哇 有沒有感覺到 有啊 有啊 這個我們 有那個啊 可以入會嗎 收起刀羅 這個方便你家裡面有果圓有果樹的 單手持用 兩手輔助 他裡面有一個保護你的手的地方 然後 欸 這個 大型的衝擊板手 漂亮的修哥羅 好 然後他們 這個今年的 新的小菜籃 然後他一樣是用卡榫的 這樣子 就可以取下來了 這個基本上可以拿 當成一個 家用籃球框的概念 換丟小孩 好 換丟小孩 去家廳節 過年打掃 請找阿萊斯 各位朋友 這個頭馬桶的槍上面 後面有一個錶 他可以設定好你的壓力之後 按住 打氣 打氣 打氣之後咧 我們來找看誰家的馬桶欠通 你家要偷馬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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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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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們三位朋友 然後送那個剛剛 手棒的手捲包 嗯 所以我們身為一個 為大家謀福利的頻道 所以如果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hashtag 你們Milwaukee的話 那你們要送什麼呢 那就送 看一下 這個椅子好像不錯 真的 你要送這個嗎 衛車好了 哇靠這超兇的 這貴的 真的嗎 我們錄會錄起來 我幫你剪掉嗎 不用阿不用阿 真的喔 你要跳上去嗎 看你超硬耶 我們掌聲感謝莉莎姐 耶 那我們一樣的問題 要問每一間不一樣的廠商 我們身為工業頻道的公道主 你覺得在2020年的最後一個月 如果全部你只能選 介紹一個一樣 你們自己最厲害的電動工具 那你會選哪一樣 最厲害的電動工具的話 我會介紹我們上個月上市的 MXQ 好大家很少看過的 對 一般你在家裡面用不太到 有啦可能 那個要檢驗你的水泥有沒有 灌得夠夠深的時候 不是說 再問你一個健身的問題 除了你們之外 你必須要去買一家的電動工具 你會選哪一個牌子 我自己使用嗎 不管 不管喔 你自己用 我自己使用的話 我應該會買Makita好不好 Makita 那你覺得Makita跟你們比起來 你覺得如何 你覺得如何 比較適合女孩子使用 Makita比較適合女孩子使用 哇 超賤 走 那我們去找Makita的日本社長 來去跟他講這件事 Lisa姐 今天我們要幫Makita介紹什麼東西 我其實是來這邊買東西的 你今天要買什麼 所以我今天特別帶了一個那個 工具獎 到別人在裡面還是要置物自己的東西 今天好可惜沒有遇到社長 社長要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這影片 你禮拜明天或二天 你有時間的話 你就可以來 你就可以遇到社長 不知道社長長什麼樣子 可以回顧我們上一次影片 我會用Makita幫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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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全 他們的農具當然是做得很不錯 各種反光背心 如果你是高空作業還是外場人員 你可以尬了皮帶 超香的 現在大家家裡面都有家用掃地機器人 你家如果是豪宅的話 你就會有戶外的割草機器人 這牌子我們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威克4 他們有橘色黑色系列 然後也有綠色黑色系列 就是他的綠色黑色是一個比較專業級的 然後他的橘色黑色就是一個比較 DIY型或者是園藝型的 欸 很久沒看 好久沒見了 這個也是我們在威克4裡面 就是年輕的一代 然後 一樣老問題 我們每一個牌子都問一個 一模一樣的問題 是喔 假設在2020年的最後一個月 你要只能選擇一樣東西 介紹你們牌子給大家 那你會選什麼 要說2020我最想介紹就是我們的全新系列 Mac X 身為這種就是YouTuber裡面的工業邪惡頻道 其實那東西我們有拿過樣文 然後咧它這個很厲害 就是它用它們全部的一樣通用的電池 然後插上去之後咧 它就可以供電 供電供給噴漆的 切割的 或是拋光的 還是就是熱風槍 以前大家做吊磚或研磨的時候 你都需要用一個比較大的設備 然後你現在就可以自己在家用DIY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用 然後居家模型 烤漆噴漆 接殼使用 然後這邊還可以調速度 他們也是我們之前介紹那個創業三寶 就是如果一開始年輕人創業 然後你就可以選他們的機器 CP值高 然後也不錯 那第二個問題 所以假設今天你不是威克斯的頭頭 然後你全世界的電動工具裡面 你必須要買一個品牌 必須要買一個品牌 那你會買什麼牌子 個人如果是要讓我選擇的話 其實我會選美達寶 因為我是比較關注歐洲 或是一些北美的跟主播 美達寶的在主播上 歐洲北美主播的風評其實是非常好的 可以不得不說它是前三大品牌 都不維持不維持 這個被你們老闆看到會怎麼樣嗎 各位大家都好朋友 對了 一樣都在為這個產業努力 只說事實的話 就像威克斯這樣做 用心在做事 稱讚一下自己 希望你們這三天都可以很順利 然後賣的都 謝謝 辛苦 他們的洗車很厲害 他們的洗車大家有沒有用過這個強力水柱洗車 就是不會用一個很大的一個加壓bump 然後在那邊沖 他們是你只要插一顆電池 然後接水管 你就可以洗了 這個 身為一個伐木工 或者是三老鼠 你一定要必備 三老鼠不能 不能當三老鼠 身為一個伐木工 或者是園藝的 就是你都可以用他們的這種鏈鋸機 這個桌子必須推薦一下 這個桌子厲害 齒桌了得 就是它是一個能夠折疊折起來 然後它下面這邊有一個夾具 你是一個小心手 你要一開始學東西 你怕你會用到手 危險 你都可以用這個夾具 然後把你的工件夾住 繃緊 然後這個時候勒 你在試做的時候 就可以非常輕鬆得意了 這多少錢 三千塊 三千塊 哇 不錯 是活動斬價嗎 還是定價 定價 大家趕快搶 HIGH COKE 這個之前我們有在頻道裡面 跟大家推薦一下 就是不一樣的 你有沒有給我叫你 OK 你好 不用介紹 沒有啦 我們做他們牌子做幾年 我公司從日曆的時代 從日曆到現在 超過五十年 沒關係啊 台灣不知道幾支沙輪機是你賣出去的 可能百萬啊 對啊 台灣的很多工業產業 從他身上誕生出來 我的專業我是做生意個品本事 大哥講起來怎麼有點恐嚇意味 沒有 那是減肥 大家個品本事啊 不要 大家 不然你們大家都感覺感情蠻好的 聽事一下大家都很像 HITACHI 現在叫做HIKOKI 正確的發音的念法 HIKOKI HIKOKI 既然分不清來電鑽到底應該怎麼用呢 請看我們一年前拍的影片 然後大支的 無能打 小支的 細胤機 這講 哇 這以前我們都 細胤機都用小關刀啊 細胤機的就是 大家都會覺得它比較重 但其實細胤機的東西 就是你要靠腰力 在那邊磨 所以你用它本身的重量去磨就好了 有機會我們再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這個品牌的歷史跟這個品牌還有特色的工具 好的 以上就是這個今天用電動工具的視角 然後幫大家帶一下這個整個建材展 那建材展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廠商 跟很多台灣新興的產業跟新的科技的東西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這四天 在這個週末 到南港展覽館來這邊參觀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來訂閱來分享 我們是超人的超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來不 美國跟德國的外交兩位大使 超推喔 超推喔 你知道Miyaki他們送什麼嗎 他們送什麼 他們說他們送三個工具箱 抽獎啊 抽 三個工具箱 抽一來放大雞 我們今天就把這箱買完 我們今天這箱買完才回家 剛好裝滿 我們先來裝個修哥肉好了 超卑鄉人 哇